I don't regret 我沒法 Your folks might understand you Bye bye 你怎麼回事了 Just re-mau-da 是不是很討厭 Proin your destination Or you may find From time to time 你們不覺得很疑惑嗎 一個演員一上來 先收拾前一個演員的爛摊著 不是 偷櫻著我 大家好 我是萊福 你們不覺得很好奇嗎 你的高中生來說脫口秀 異名是取狗的名字 萊福 其實我告訴你們啦 這個原因其實特別簡單 因為我爸都把我當狗在養 對 你們看這個混難堅成的肚子 就是我還以為是豬呢 跟大家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是在台灣這個教育體系下 還在努力苦讀 準備拚大學的高中再學生 就是你知道 其實我已經念高中一年了 我現在是高二生 雖然很多人都說我長得很像范鋼群 因為我已經讀高中一年了 然後我發現我們學校 就是有很多效規很不合理的地方 我今天就衝衝要告訴你們 就是你知道嗎 在我們高一新生 剛進來的時候 我們都拿到一本小冊子 告訴我們說 欸 做什麼事情 你就會得到 呃 嘉獎啊 小工 大工 你做什麼事情 你就會得到 警告啊 小工 大工 你知道拿到大工 最簡單的事情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什麼 就是你放火啊 燒掉了學校一棟大樓 欸 這是最簡單的事情欸 這是最簡單的事情 而且是大樓喔 不是教室 因為教室是小過 欸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想說 幹你娘 太賺了吧 就是 就是大樓竟然才只是大過而已 教室是小過 所以我就推論出一個公式 就是建築物的造價跟處罰 那大小是成正比的 可是 你知道嗎 在學校啊 在高中啊 強制退學是怎麼樣 三個大過 這意味著什麼 三個大樓 然後你知道我們學校啊 也一共就三個大樓 高一 高二 跟高三 所以 你如果犧牲掉你的學期 然後全校的人都不用念書 這個人根本是耶穌基督吧 學生界的神啊 明天就去幹這種事 然後再來啊 再說放假 再來說放假 你知道啊 我們學生除了可以放什麼 病假 試假 公假 商假 我們還可以放什麼 產前 生產 育嬰 流產 這是高中該放的東西嗎 而且 你們要知道 雖然有這一架 但是這一架 居然只有女生還可以放 欸 你們要知道耶 女生可以放這一架 都是由我們男生的功勞耶 上個禮拜不是七夕嗎 需求量暴增啊 一大堆人都去問 學務處老師說 老師我想要請流產假怎麼辦 所以啊 所以我會上網找 未成年啊 生育的啊 就是一些相關的東西 七月自由時報的頭條 他寫什麼你知道嗎 他有一天頭條寫著說 國中女生生育率創歷年新高 然後副標題寫說 超過四成都沒有做任何保護措施 首先啊 自由時報越來越自由與前衛了 然後再來就是 你是怎麼知道四成都沒有做保護措施的 對吧 因為怎麼不可能用一張問卷就問得出來吧 對吧 就在國中女生面前發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做任何保護措施 沒有 那怎麼可能 那怎麼可能 所以我就想說 這四成 會不會都是跟記者 不然怎麼知道是四成 所以他贏做過百分之百 所以才得出四成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就知道為什麼 那個都會學說 記者某某某 然後實地採訪 歸根就底 歸根就底 為什麼國中女生 應該都知道這個保護措施 卻沒有做 為什麼 不覺得很奇怪嗎 最簡單的一個原因 因為 幹人家窮啊 你要知道 一盒保險套是一百塊 可能還一百起跳 媽的我當初 國中一個禮拜 留錢只有五十耶 就是 人家 女生已經把身體交給你了 不可能 保險套還跟他AA吧 這是我前女兒 跟我說過的最後一句話 我還有最後一句話 其實我在學校 真的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 這不是笑點耶 我覺得 我會變成今天這副模樣 我覺得 其實跟我的家庭 有很大的關係 知道嗎 我媽媽 他是一個陸配 他是一個大陸人 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個現成的段子 產生器在這邊 而且又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 你想不嘲笑他都很困難 如果我在寫一些什麼 兩岸啊 政治相關的段子 我一定講給我媽媽聽 頻段才非常 就是他越生氣 這個就越好笑 我媽媽她是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還去來台灣避難 對不對 大陸人自己也會怕武漢肺炎 自己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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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知道威力有多強 可是他在六月的時候 他不曉得是腦子燒壞還是怎樣 他突然講說 咱們祖國已經沒有問題了 沒有病毒了 我們要回去建設祖國 他就嚷嚷地回去 我們也很樂意 因為說 他在吃飯的時候 一直跟我們宣揚 習主席思想 就好像吃飯的時候 一直開著新聞聯播室一樣的感覺啊 所以我們就很 就是也很捨得讓他走 然後我媽媽他就在六月的時候 成功地返回了祖國 他在重慶那邊開了一家眼鏡店 你們也知道現在重慶的慘況是怎樣 三峽大把淹水 哇 淹得到處都是 我就問他 我就問他說 誒媽 這個淹水啊 會不會對你的生意造成一些影響 我們需不需要幫助你 他說不用不用 生意特別好 生意特別好 我說怎麼可能淹水呢 怎麼可能游泳 人去游泳買你眼鏡呢 他就跟我說 沒有啦 你媽媽 我現在不買眼鏡了 我敢賣挖鏡啊 謝謝大家 我是萊福 大家好 我是范剛群 我是一個馬卡龍店的老闆 以前是會計師 現在資甘多落來講脫口秀 印象最深刻 我覺得是我的員工 來看我的脫口秀 我覺得還真的有點尷尬 因為我是老闆 謝謝大家